大家好,继续还是说一下巴以冲突还有珍珠党相关的消息 根据昨天的新闻,以色列军队其实已经开始入侵黎巴嫩的北部 已经有超过20万人逃往旁边的叙利亚去进行避难 当然叙利亚也不太平嘛,因为老观众都知道叙利亚那边 其实一直有政府军和叛军,咱们叫叛军,咱们叫敌方军 两边一直在互相作战 只不过大家心中觉得那边好歹还都是我们穆斯林 你要到了以色列里边,我们就是异教徒,落他们手里只能死 所以能润还是润了,不能润,因为叫避难 这是来自于黎巴嫩珍珠党自己的消息 他说乙军正在试图扩大对黎巴嫩的地面入侵 珍珠党当天对以色列军队发动了7次袭击 并使用翻天核导弹击中了一辆正在该地区推进了以色列的梅卡瓦坦克 造成人员伤亡 反正不用细说,因为珍珠党并不是哈马斯 哈马斯里边真的就是民兵,他没什么重武器 珍珠党呢,他这个理论上,他有飞弹呀 有这个火箭弹呀,各种重武器他都有 只不过可能这个体量并没有以色列那边的IDF那么强 但他必定还是有这个重武器的 所以以色列呢,这边入侵黎巴嫩呀 其实我认为呢,几乎不太可能占到什么便宜 你说一个小小的哈马斯,都能把这个以色列呢,拖成这样 你跟珍珠党那边去打的话呢,那后边有庞大的伊朗 还有像叙利亚那边都有进行支持 虽然不是职业下场,但是提供武器呀,装备呀什么的 补给线什么的,这不在话下啊 当然了,以色列方面呢,这么说的 说这个字,这以色列的国防军说的啊 字,以色列军队呢,在雷巴嫩南部 对珍珠党目标进行有限地面行动以来呢 打死了约250名啊,珍珠党的成员 打击呢,超过2000个军事目标啊 反正说,我们的这个地面攻击啊,很有效 然后以色列国防军还对这个各个媒体呀 说,哎,你们应该平民呀,应该去我们指定的啊 这个人道主义区,这我们不会攻击你啊,这话啊 是吧,我觉得但凡呢,看过国际新闻 关注过这个加沙的朋友们应该都觉得这是以色列说的屁话 那当年加沙那边呢,一开始他们说 哎,你们从加沙北部往南部去 南部呢,是飞旧战区 结果后来很快呢,他不但趁你还没有走完之前就开始攻击了啊 炸死一堆难民,他甚至说 你一到南部之后,他继续攻击你啊 一直把你逼到了这个埃及边境 最后到零和国那边,觉得很难看了 对不对,你们要干嘛,对吧 就那么点力儿啊,再往那边就埃及了啊 你们是想知道什么大规模的屠杀和人道主义灾难吗 最后逼到美国呢,也不得不出面说 哦操你哥们太过了,太过了 这儿你不许动啊 而这个纳塔尼亚胡呢,说呀 我们以色列正在七条战线上作战 这是纳塔尼亚胡啊,以色列总理自己说的 之前说哥们呢,这个被呼下来了 这个用膝盖想你也知道不太可能 但有人信,没辙啊 纳塔尼亚胡呢,在一段视频中讲到 说今天,我们以色列正在七条战线上 捍卫自己对抗文明的敌人 以色列的敌人呢,包括说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珍珠党 包括这个哈马斯 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 还有约战河西安的恐怖分子 以及呢,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 埃格尔说啊,黎巴嫩珍珠党 他本来第一个,为什么呢 这是他目前正在交战的一个正规军 他们是实际上是正规军 尽管呢,像欧盟啊,美国啊,以色列呢 把这个黎巴嫩珍珠党说成恐怖分子 但是问题是,只有他们认 除了这几个国家之外 联合国,中国没有人认,对不对 然后呢,说哈马斯,哈马斯老盛长谈 短时间内呢,应该是不会对他们进行什么太多的进一步攻击 但是今天也看到新闻呢 有这个以色列对这个 加沙地区的一些医院啊之类的 进行了轰炸,导致多人死亡 不过这种新闻看多了,都麻木了啊 其次是也门胡塞武装 这个离有点远,够不着 够不着,不在个地儿啊 也门胡塞武装呢,无法对他们进行直接伤害 只能说呢,从不给借上呢 给这个以色列添堵 但是美国很明显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说我直接派我的军舰,去也门干一下 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干掉啊 所以以色列也没辙 自己的海军力量也不太行嘛 其次是约旦河西安的恐怖分子 众所周知啊 约旦河西安这块地方呢 是这个发达赫管理的 发达赫自己呢 其实是没有正规军的啊 他们只有这个总统府的护卫军 他的目的是维持基本治安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约旦河西安有恐怖分子啊 那OK啊 就是说哪来的 哪来有枪嘛 有枪嘛 他想拿枪都拿不到哎 对吧 那而且说 他们怎么变成你们定义的恐怖分子的 你们定义的恐怖分子 就是说对你们的这些殖民团啊 这些武装殖民的这些以色列人 对他们进行反抗啊 只要说我扔石头 对吧 你就是恐怖分子 那之前这也不是造谣嘛 这有新闻你自己去查嘛 就是有人小孩 说他们扔石头啊 被击毙 当然你可以说啊 他们扔石头 威力太强啊 确实是吧 就那种生 那种投石锁 那玩意你转几圈转砰出去 真打一下 能给他打死 这是实话 但是哎 就是你舔着脸说这门是恐怖分子 是吗 人家只是在捍卫自己的居住区 人家住了他们几百年了 然后你过来说 啊这这我站了啊 给人轰走 人家是要丢你啊 你说这恐怖分子 对吧 你说这话说的就 就不是人话嘛 所以难怪呢 有人这么说 说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呢 是这个一见不合 对吧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但是这个以色列和巴尔斯坦之间呢 这是人和畜生的矛盾 对吧 那谁是畜生 谁不用说了 对不对 好吧 就是要填着脸啊 你搞有点和心 有恐怖分子 你说话不脸红吗 其次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 对吧 还是先说啊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 是谁呢 像比如说啊 是在这个利班顿的什叶派民兵组织 那就是珍珠党 对吧 你到了这个叙利亚 那就是这个 也没什么特别组织了 就叙利亚的这个什叶派的影响力还是很强的 那伊拉克对吧 那也很多嘛 这些都是跟这个以色列呢 这边间接或职业接壤的 因为你包括啊 就补充个体外知识啊 就是你像这个 利班内部 他也并不是全是什叶派 他有很大逊尼派 就是很多地 他那个地区属于什叶派和这个逊尼派混居的 就是属于两个边这个异端 逊尼派什叶派 都互相视为异端嘛 他们在去尽可能的增加自己影响力 所以像比如伊朗这边 它是什叶派为主嘛 但这很复杂了 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统治阶级是什叶派 但是他底层的并不一定全是什叶派 他们都想办法说 我要去这个 叫什叶派之狐 来在整个中东地区呢 增加我的影响力 他们认为觉得说这个逊尼派啊 跟以色列里边狗和太拉胯了 什么是逊尼派 逊尼派就是沙特 对吧 就是白衣打实 这个什叶派就是黑衣打实 就穿黑袍的 穿白袍的 这么来区分吧 再说这个尼派尼亚湖 自己并不是傻子 他就是多先作战 当然呢 这个很多人 很多县呢 他其实说不上是什么对手 只是说我们跟他有交火 这平时就吐槽嘛 说喂 交警嘛 我发现整条马路的车都在逆行 吐槽啊 这个尼派尼亚湖呢 就说所有人都跟他对着干 对吧 那他认为 你不哥们 你不粉丝一下吗 那是不是错 就是你自己啊 他人说 放在中东 我可能说你牛逼 但是跟我们大兴的 刺激太后面前呢 那我要说 你还得练练 他一次就是吐槽 刺激太后呢 这边是这个 就是对全世界开战 挺牛的啊 后来引发了 像什么义和团呀 乱八糟的 其实义和团的话题 可以单独再讲一挂 因为这两天 这样我看在 观察招网呢 很多人为这个义和团 这边呢 来洗地啊 但是我也不认为 义和团是个什么 纯坏的组织 他跟台湾天国一样 都有他的 这个先进性和正确性 合理性 以色列啊 这边的 最近遭遇了恐怖袭击 中央汽车战 一次遭受恐怖袭击 说是一死九伤 敌人分评论嘛 说以色列呢 大肆屠杀及暗杀 难道就是 不是恐怖主义吗 别人袭击以色列 死一个人 就是恐怖主义了 这啥标准呀 对吧 说的很有道理嘛 还是说 这可不是恐怖袭击 这是敌人后方的破袭战 还是说 以色列呢 全民皆兵 这就是敌后的游击战 这也真实话 以色列确实是 全民皆兵嘛 就是 当不当 都得来当 确实应该来说呢 你那每个人呢 都不是单纯的 都可能是兵 然后呢 哈马斯这边领导人呢 最近说呀 哈马斯领导人呢 希望以色列被拖入 规模更大的战争 这是纽约时报 10月4号的一个文章 说目前呢 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呀 叫叶海亚 辛格尔 现在无意呢 与以色列进行停火谈判 他希望呢 以色列被拖入一场 规模更大的地区冲突 就这不来了嘛 而且呢 以色列这边呢 尼塔尼亚胡 他也拒约谈判 还提出了不利于谈判的条件 有个官员的推测 尼塔尼亚胡可能认为 加插停火 不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 哈马斯的态度呢 也在最近几周 变得跟他强硬 没有表现出 继续谈判的意愿 说白了吧 尼塔尼亚胡呢 也不是傻子 他在养扣自重 他在把这个规模呢 战线规模不断扩大 希望能拉美国下水 这的话呢 这和之前呀 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呢 将整个 哈马斯的前任领导人 哈尼亚 直接暗杀身亡 有一定关系嘛 因为当时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嘛 预期身亡 本频道之前也做过这个新闻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而这显然呢 激怒了哈马斯 还有这个西马尔 就是现在的领导人 使其立场变得更加强硬 而哈尼亚推测呢 说西马尔啊 可能认为自己 无法在战争中存活下来 因此他正在寻求啊 对以色列造成更大杀伤 就说兔崽子 对吧 你们说好好谈 把我们老大搞死了 对不对 那我怎么相信你们 对吧 那我就多能承你点试一点 我们这个整个加插哈马斯 对不对 可能也无法活到最后 但是我们可以鼓励你 被更多的拖下水 还有董王啊 特朗普也来掺和理解 他说 根据苏格斯新闻报道呢 特朗普接受媒体表示啊 说针对呢 最近啊 珍珠党 对于以色列的这大规模的 200枚分的空袭 是吧 我说我们应该给予回应 他怎么说呢 说应该啊 反过来 我们去炸他们核设施 这个对比呢 就和拜登 这些说的 我不会支持以色列 袭击伊朗核设施 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近人问他嘛 在经验活动上也问 说要是你 董王你怎么办 特朗普称呢 说他的回答应该是 先打击核目标 再担心其他问题 所以从语境来说呀 这个 他是呢 在否认 否定拜登的判断 他说啊 你居然说不应该攻击核设施 对吧 为了今天他微信呢 特朗普说 你就应该打 对吧 打了再说 你现在放纵他 有啥意义呢 对吧 这是他原话 是不是 他说这个 因为你不打击他 他们很快也会拥有核武器 然后你就会遇到问题了 我觉得可能 董王说一句话实话 对实际的 说伊朗的这个核状态 并不是太了解 可能就是为了怼而怼 但是他想起来态度很强硬 这其实也是 共和党的一个一贯的 一个态度 光呢 一直就是以色列的铁杠盟友 拜登你要去细看的话 他已经就说 就是民主党 对以色列 其实一直不太喜欢 拜登呢 只不过是 整个民主党里 相对最亲和以色列 这么一个总统 但是他这个亲和呢 你在共和党眼前 那就是狗屁 对吧 共和党就是这样 跟着以色列好 就是穿一条裤子 对不对 肯定是全面支持嘛 还说 不奇怪 对于民调落后的特朗普而言 中东的局势 越乱越好 乱中才能取胜 还说 这个董王啊 如果当不了总统 就得进监狱 他说不起呀 因为是奇葩的言论 更能吸引眼球 一切为了选举 其余都是扯淡 还说 支持美军下场中东 别怂啊 特朗普 还有人说 这个 这董王的小算法呢 打得啪啪响 只要以色列 炸了伊朗核设施 那么伊朗 伊朗呢 必然对等 反过来炸对 以色列的核设施 好吧 不知道有没有这能力 我觉得可能悬 伊朗的这个情报 基本一直被 伸动成筛子了 因为说的话题 就是伊朗内部有很多的 亲西方的这些人 占人口基数 我觉得 说不上一半吧 三分之一 应该是有的 对吧 这边都是自来水 都是自在的情报网络 所以没问题 但是你说 你能炸到以色列核设施 先说这个武器 精度咱不讨论啊 这个民心 也没人支持你 我觉得都悬 对吧 然后呢 战争升级 犹太人和以色列企业呢 就只能被迫前往美国 被踩了38个 哥们儿 以色列的制造业 其实都在美国 不仅制造业在美国呢 钱也存美国 银行是犹太人 开在美国的 哇